全世界十大最恶心的食物 第一名价值超过30亿 印度美食霸榜 有的直接从动物的肛门吃起 就连世界上毒性最大的鲨鱼都被制成了食物 今天这期视频建议大家避开吃饭时间 全程高能 劳烦各位看官动动发财的小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给小编个鼓励 第十名飞鱼罐头 飞鱼罐头是瑞典传统的食物 渔民们打捞起数百吨飞鱼 然后放在浓盐水中用温活煮过 在装入罐头中任其自然发酵 据说这套腌制飞鱼的工艺已经流传了近300年 当初渔民们也是为了省钱 才想出自然发酵腌制飞鱼的方法 罐头里的飞鱼变得粘稠多致 罐头中的气体也因为飞鱼发酵而膨胀 把罐头称得鼓鼓的 这就代表飞鱼已经腌熟可以上市了 据报道瑞典政府也规定不许在住宅区内开启飞鱼罐头 国际航班也不允许携带这种罐头 因为气压的变化可能发生罐头破裂 后果很严重 其臭味相当于纳豆的300倍 第九名脚踩面包 在印度拥有一种用脚踩面团制作的面包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小哥光着脚踩在面团上 黑白的极致反差让画面充满了艺术冲击 可能印度小哥觉得用脚踩面团会比较省事 还是他们的传统就是如此 要知道 在印度时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光脚走路的 路上随机踩到点什么 可能就给面包加神秘调料了 最后这些经过小哥加工过的面团 会被制成色香味俱全的面包 但通过这种方式制作出来的面包 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吃得下去 毕竟脚会沾染大量的细菌 有些还感染了脚气 第八名粗制甘蔗糖 在印度的一个村庄里 人们将刚砍下来的甘蔗塞进榨汁机器里 甘蔗带着新鲜的叶子混着泥土 一同被榨成甘蔗汁 人们用祖传的大锅盛放这些甘蔗汁 然后用简易工具捞走 漂浮在锅上不能被榨成汁的东西 等甘蔗汁凝固后 工人们将还不知道 从哪拆下来的木板铺在上面 避免自己祖传人自脱 或者脚接触到浙糖 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保障食品卫生 还是凝固的浙糖会烫脚 然后用工具将浙糖放进模具 等彻底凝固后 就可以给工人们赚小钱钱了 全世界十大最恶心的食物 第一名价值超过30亿 印度美食夜来相指冲天灵概 第七名龙的眼泪 其实就是金枪与眼睛刺身 因为金枪与眼睛里挤出的汁液 是粘稠无色的 可以直接饮用 据说味道还特别鲜美 一点腥味都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的朋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工作人员端上桌的时候 你就会迎来视觉冲击 一只硕大的眼睛躺在盘子中央 然后通过眼神告诉你来吃我 接下来就要像插奶茶吸管一样 用吸管插进鱼的眼睛 很神奇的爆浆手感 然后你就可以享用黏糊糊的美味了 金枪与眼具有特殊的营养价值 是美容减肥的健康食品 有利于婴儿的大脑发育 有效预防老年人动脉硬化 第六名冰岛臭鲨鱼 能够做成纯正冰岛臭鲨鱼肉的 必须是格陵兰灰� 而且制作臭鲨鱼肉 只选取鲨鱼腹部红色的 和鲨鱼身体白耳软的 两部分当作用料 而且制作臭鲨鱼肉 只选取鲨鱼腹部红色的 和鲨鱼身体白耳软的 两部分当作用料 这些被选中的鲨鱼肉 要经过四个月以上的风干晾晒 彻底晒足的鲨鱼肉 才能被埋在鲨中深度发酵 直到肉体完全酥软 整个过程下来 大概需要花费一年的时间 曾有游客说 这种臭鲨鱼闻起来 简直就是行尸走肉的现场 到处都充斥着腐肉的味道 吃起来就像在啃江湿的肉 而冰岛食物匮乏 面对好不容易得来的肉 只能看却不能吃 格陵兰人就用这种方式 除去灰沙的毒性 第五名印度美食 印度街头小吃 一直美食界一个奇葩的存在 他们的街边食物 通常都是大杂烩 或者一锅炖 一勺神奇咖喱酱 一个祖传从未清洗的锅具 印度专业纯手工制作 网友笑称制作出的食物 含有一整个元素周期表 看这款印度街头饮品 印度小哥熟练地加入 各种印度神奇调料 新鲜的柠檬汁 顺着小哥的手 滴进玻璃杯中 然后小哥将黄色的黏糊糊 熟练倒进玻璃杯 随手将不知道 什么时候掉进去的东西 用勺子调出来 再加入这种绿色的汤汁 用黏糊糊封口 最后撒上最后一波密纸调料 用洋葱装饰一下 一杯美味饮品就做好了 印度小哥将做好的饮品分给大家 印度街头这种玻璃杯 都是一位顾客喝完 印度小哥在水里洗一洗 继续给下一位顾客用的 全世界十大最恶心的食物 每个中国人都曾吃过 第一名价值超过30亿 第四名活取奶酪 意大利活取奶酪 也叫卡苏马苏奶酪 用山羊奶提取制作出奶酪 在早期发酵阶段 会特别加入了奶酪苍蝇的幼虫 来代替传统的发酵过程 孵化出来的幼虫 会把奶酪当成食物 并把它们排泄出来 发酵过程会持续二到三个月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 黏糊糊的成品奶酪 不断有白白胖胖小区蠕动 轻轻一胖还能蹦个一厘米高 如果这些小虫子不动了 使用后可能就会看见太奶了 使用乳酪前可将幼虫去除 但有的人为了寻求刺激 会选择保留虫体 这种乳酪对人健康会产生影响 在发源地都是尽售的 但是仍有一些人为了利益 偷偷制作售卖 第三名烟海雀 烟海雀是格陵兰一带 英纽特人的传统美食 是非常重要的冬季食物来源 帮助它们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 婚礼的餐桌上这可是道硬菜 它们会将捉来的小海雀 放入新鲜海豹皮内 一般一只海豹皮里 要装500只小海雀 在缝合处涂上海豹油 防止苍蝇叮咬 然后用大石头压住海豹皮 一半埋在冰冻的土地里 一半用石头盖住 等待自然发酵三个月后 你就会获得一份 英纽特人的传统美食 吃的时候直接拔掉海雀的尾巴 用嘴直接从它的肛门 把这些已经发酵腐坏的内脏 全都吸出来 据说这道美食 有海绵般的口感 和极刺激的味觉享受 第二名被污染的鱼 三鹿奶粉事件 相信大家都了解过 这些奶粉中 就是含有对身体有害的 工业原料三聚情案 而继奶粉事件之后 香港又出现了 含有三聚情案的鱼饲料 当于吃了含有三聚情案的饲料 不能被身体分解的物质慢慢累积 然后被人们吃掉 这些物质又在人体内慢慢累积 不论是人还是鱼都会在三聚情案的影响下 患上结石或者癌症 这款加了东西的饲料 是来自福建省福州食物海马饲料公司 当时的资料显示 这家公司在闽东市场 鱼苗饲料市场占有率 可以达到90% 事件爆出后 该公司表示 他们从来没有产品销往香港 且被查出不合格的包装 是一年前的就包装 但是海马饲料内部人士表示 在饲料中添加三聚情案 已经是行业潜规则 只是有的企业没有被查出来 第一名僵尸动肉 2015年海关总署展开 打击动品走私专项行动 初步估计全岸涉及走私动品 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 其中长沙海关破获的一次 走私动肉行动 查扣涉嫌走私动牛肉 动鸭脖 动鸡爪等约800吨 这些走私肉在运输过程中 没有合规的运输条件 不断解冻过程中滋生了各种细菌 甚至有的腐烂后又重新冷冻 走私的动肉都没有经过检疫 这些肉有没有携带侵流感 病毒我们也无法得知 而这些细菌病毒大杂会 最终会被不法商家制作成食物 送上消费者的餐桌 其中受到很多人偏爱的泡胶凤爪 是走私冷冻品的重灾区 业内人士表示 有的是有几十岁的高龄的异国鸡爪 用漂白剂浸泡过后 摇身一变就成了胖乎乎 白嫩嫩的美味凤爪